崔永元老师也是经常分享一些娱乐区中的事情和猛量,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很神秘的娱乐圈的一些秘密,也因此更多的人支持和喜欢上了崔永元老师,因为他的大部分的发文都是为了正能量的而出发的, 也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看好,向来崔永元老师都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从他退出营品以来,活跃度也是非常的低,不过近段时间的崔永元老师也变得比以前活跃了不少,本思隐是增加的非常的快,更是让很多人再次见识到了非常有才华的他,面对一些不良现象也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来,特别是在早前爆出的片酬上面的问题, 如今也一定见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今段时间似乎他又换了方向,在微博中崔永元就一种大爆料,爆料出了转积英和除草剂的一些信息,并且在他的微博中也更是转发了不少的一些光乎转积英危害的一些知识, 其实很早之前崔永元老师都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更是自己亲身到国外进行研究,后发现这种东西的确会对人造成一定不好的影响,也因此他呼吁想要禁止转积英食物, 并且崔老师,这次的爆料更是说到了一个草干瘾的问题,并且他表示糟糕生产最多吃下去的也最多,可见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没想到这竟然是在自产自销,就像是拿百姓的健康来换钱一样, 而在爆料中也说到,那这个草干瘾存,再的问题是很可能致癌的,而在国外很多国家,就已经禁止了这种东西, 却在国内有方骗子说,草干瘾比食音还安全,但很多人看了也是非常的生气啊,这不就是在欺骗百姓吗? 并且在崔永元老师的微博发文,中叶更是对他们两个支持转积英的人写了一首诗,一唱熊记天下吧, 方骗李铁末日来,两人也似乎用这种推广这个东西没问题,和是安全的来一起贴百姓赚取功劳费, 更有不少的网友也是纷纷发文,评价选择了这件事情,而崔永元老师在微博点名的这两个人,也分别是方舟子和李铁, 方舟子相信很多人也都应该听过这个名字,而这个李铁似乎并不是非常的有名气, 但是这光方舟子似乎都让不少的网友感觉到不好热啊,毕竟曾经方舟子的言论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而这个李铁似乎也是一个神秘人物,似乎他们两个也是个个都不好热啊, 不过即使个个都不好惹,崔永元老师,也依旧会为了正义挺身而出。